你現在聽的是www.sauceradio.com原網台 我是長焦低炒的阿夢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雜質、氯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資源、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為了十年後的健康 你今天必須只要有人做 那為什麼是十年呢 因為十年內 有報告指出 在每一個中國家庭裡面 肝癌、肺癌、胃癌 都會發生在我們每一個家庭裡面 所以我們這麼努力去賺錢 那些錢都會去到醫藥費那裡 甚至有些人要借錢去醫 那在2012年 中國腫瘤登記年報那裡 他的報告就說 每分鐘會有六個人確診為癌症 那惡性腫瘤 病法率呢 在全國35至39歲這個年齡裡面 十萬人當中就有87個人有腫瘤 那在40至40歲這個年齡當中呢 就是雙倍的 達至到十萬人裡面 有154個人是有腫瘤的 那在50歲以上的人呢 就其實已經是達至到80%以上是有惡性腫瘤的了 看到這些數據大家都會擔心家人和自己 如果癌症是一個腫瘤呢 就容易得多了 但我們往往都會犯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會想盡辦法去怎樣剷除那個腫瘤呢 割得的就割啦 要不就用化療啊電療啊 去弄死它啦 那些藥更越吃越多 甚至自己都死了啦 是啦 那你可以看到啦 開刀化療電療呢 就是那種錯誤呢 就是癌呢 就當作一種腫瘤 就是他不了解癌為止是腫瘤的 那所以用盡方法來割了它 化療毒死它 然後輻射來燒死它 就算那個腫瘤被你消失了 殺了 癌症細胞死了 但是呢 最終人都死了 是呀 所以這是一種錯誤的方法來的 那將這個體度 這個是我們醫學上現在看到一個謀悟 一個錯誤啦 那在現在 就是現在我們很多人都開始慢慢醒覺 就是開始呢 就是採取西醫 流行醫療所用的 就是各三部曲以外的方法啦 那其實當然啦 最重要呢 就是說呢 其實什麼病都好啦 就是到你有事的時候 醫療呢 永遠是困難很多的 是 尤其是癌症在內 那我剛才你都看到啦 我們這個資料是 就是在這個官方的 中國總流登記年報裏面說的資料來的 那我和大家過去都分享過的資料呢 今時今日呢 百分之九十五個人都是病死的 嗯 而百分之八十個人呢 是臨後來那一年呢 就將那些儲蓄呢 就用在醫療費用那裏 還有百分之六十的家庭有人呢 因為家裏有人患病 而需要借錢去幫他們治療病的 只要你看到呢 我們雖然中國的經濟 香港的經濟 一直都非常之好的 那但是呢 我們呢 如果我們是不懂得照顧自己健康呢 其實到頭來呢 你那些賺三寧的錢呢 其實是用來醫藥費的 那但是最重要 不是用了醫藥費你會好回來 用了醫藥費之後呢 你一樣慘死的 那所以呢 大家要了解呢 那個重心呢 其實呢 是要怎樣預防 OK 那 那我們預防方面呢 其實相信大家都 即是不同程度上呢 都以為懂的了 但是呢 肯不肯去做呢 就是 不是很多人做得到的 尤其是年輕的人呢 始至自己年輕人呢 身體功能未退化到那麼壞的階段呢 都不會理會的 那好了 那但是呢 我們真真正正的要開始呢 是小心去留意身體每一方面的那個跡象 是知道呢 這個問題會出現的了 好了 食物方面呢 可以和大家講過呢 即是食物來講呢 我們最缺少的是什麼呢 是我們那個蔬菜 蔬菜 它吃得比較少的 那尤其是呢 我們要求呢 如果我們能夠蔬菜呢 是吃多些生的沙律吃法呢 那這個就是最有效的 但是很多跟中國的病人談啦 尤其是癌症的病人呢 突然之間說呢 你現在處理這個問題呢 飲食方面呢 是要徹底地去改變啦 就是要做多些 即是所謂生機飲食呢 他們通常說呢 他從來沒試過吃的 很難做的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那其實在醫療界呢 也有一種醫療的手法呢 是叫做Macrobiotic 是一個日本人設計的 那他呢 就不是用生菜的方法 而是用菊類的 是 用五菊類的 那就是說呢 在我們的食物方面呢 尤其是亞洲人 中國人呢 就可以吃多些五菊 就維護皮的正常功能 那樣 皮在中醫來說呢 皮是一個消化系統 一個很重要的器官來的 不是我們西醫學裡面的皮呢 就是一種製造淋巴 就是白白血球的那個器官的 那所以皮呢 就是整個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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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那個那個那個消化運作的機制 就不是說的 氣官那個皮那麼簡單 那所以要恢復要皮呢 一定要養成好的習慣 每天生餐裡面的五菊雜糧呢 一定要佔食物 總食物裡面的50%以上 那這個是中國人裡面 可以可以這樣去做的 那但是一定要養成這個習慣 那但是你一說五菊雜糧呢 很多人都不明白是說什麼 他以為我們在說米啊 小麥啊那些 其實不是的 雜糧是說豆類 紅豆、黃豆、綠豆、伊人 英文叫pouses Beans and Poules 就不是說grains 不是說菊類的 那這就叫做雜糧了 蓮子也是這樣的 那有了這個概念之後呢 皮就會好 乾就會好 因為皮是負責做血 那一天呢 有兩個重要的時間呢 就是止時和午時的 那所以應該是休息的時間 一定要休息 因為呢 每天是利用睡覺休息的時間呢 皮呢 就懂得收窄血液 送到肝臟去解毒 肝是肝是解毒的器官來的 那解毒之後呢 乾淨的血呢 就再送到心臟 心臟呢 就再送去全身 結果呢 目的呢 就是呢 將每一個地方送到的 都是一種乾淨的營養 才能夠獲得到的健康 那就是 皮是一個開始點 那皮的 補皮的食品呢 是雜糧 谷類 黃豆啊 異仁啊 蓮子 就不是只是米飯的 但是很多時候呢 很多文明人呢 那皮不懂得保養 很多出現很多問題的 那所以呢 要最好 就以後一個辦法 就是養皮了 那五谷養皮 就可以說呢 現在那些人 為何脾氣這麼差 身體這麼多病呢 因為都不多吃那個 五谷雜糧的 嗯 吃完那些 漢堡包啊 炸雞啊 牛扒啊 薯條啊 那很多 好不容易吃一些米 那吃米呢 吃白米 那其實你一定要是 轉了是 吃五谷雜糧 原始的雜糧呢 譬如要吃白米呢 就吃一些 糙米啦 紅米啦 黑米啦 不同的顏色的米呢 的營養又會不同的 所以在整個飲食雜糧方面呢 如果你能夠作出調節呢 谷物一邊吃得多一點呢 那麼那個皮狀的功能呢 就可以恢復回來的了 好了 那第二個要留意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睡眠那方面 那很多時候的人呢 早上睡醒呢 還是很辛苦的 奶床的 好像不清醒的 還是很久才醒的 其實這個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是代表 肝臟已經出現了問題的訊息 一個警訊來的 一般來說 一般人應該一醒了 清醒 摘起床的 但是有些人吃奶床 奶床呢 其實肝臟已經有問題的了 好了 那麼 通常一些是眼睡 吃油炸的食物 壞脾氣啦 就是肝火腎 是肝的三大殺星 記得 肝就是 怕脾氣 油炸的食物 還有眼睡 是很傷肝的 好了 油呢 就包乾 你吃油的食物呢 油呢 就會將整個肝包住 肝的功能 就完全失去了 所以我們不能夠吃太多油 脂肪對身體呢 就沒有什麼大的好處的 所以我們不舒服的時候 有痛苦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就解釋給我聽呢 其實我們第一件事要做什麼呢 就開始保護肝 所以脂肪呢 不只是說肥油那麼簡單的 最關鍵呢 還有呢 食物裏面很多些農藥的殘留 還有空氣中的原物質 那些微粒 很多是有毒的微粒 還有反式脂肪 所謂的植物油 其實很多是說反式脂肪 是不好的東西來的 很多食物裏面的龐大劑 各種化學的添加劑 還有很多的農藥殘留系的食物 重金屬的微粒 這些毒素呢 多數是脂肪溶性的 所以為什麼呢 你吃脂肪的食物呢 是有含有毒素 這些毒素是比較多的 所以不單止是沉積在脂肪裏面 令到整個身體的身神代謝 都會變成有病態 身體感覺沉重 反應遲鈍 睡眠更加差 症了之後呢 更加累 這些這樣的 和三膏 其實都是一種 阿健康常見的第一波的信號 很多時候呢 我們在香港呢 還有很多些人呢 還說給醫生說 你有三膏 然後呢 就吃了很多的藥 其實這個正正是越醫越差的 因為三膏是代表呢 那個問題在肝那裏 那裏嘛 你肝那個化解脂肪的問題出現了 就不是用藥去做的 因為那些藥呢 是怎樣呢 會繼續會傷肝的 所以呢 記住呢 如果我們出現了三膏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肝有事了 如果我們發現呢 我們的脾氣差啦 經常睡覺 睡得晚呢 其實這些全部都會傷肝的 是 那食物那方面呢 是很重要的 就要避免的地方 要避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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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三個問題呢 就是我們那個大便的問題 那我知道 我經常都這樣說到 如果你經常感覺到很累 那乾脆就出現了問題 那就早點休息吧 那每天早上早上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呢 早上起床呢 去大便很困難的 那些大便會是像打仗一樣的 跟馬桶在那裡 坐著坐很久的 那其實這個代表什麼呢 這個代表什麼呢 這個代表呢 其實你那個身體的 那個纖維切水量 是完全不夠的 那健康的人的大便 每一條呢 直徑大概有兩三公分的 而一出來一整條 一條呢 三十到四十五公分的 如果這個糞便放得到 在地下呢 你可以放轉一個圈的 就是它的長度呢 可以形成一個圈那麽多的 那還是熱熱的 那當然啦 這些就是中國人呢 都很少會在地上看到的 那你聞一聞的時候呢 它還是有些香草味的 就是不會那麼臭味的 那你知道呢 在印度呢 很多的牛隻呢 那些糞便呢 用來做燃料的 因為它超微多呢 那也都可以做建築的 就是做房屋的材料的 那但是當然呢 現在很多的牛糞很臭的 那因為牛的食物呢 都是連七八糟 那還有很多抗生素 那你 如果你去廁所有困難呢 那我也知道呢 是 就是大腸呢 便秘是慢病之源的 那那時候呢 那你怎麼叫便秘呢 那你自己覺得 那大便的問題是怎樣呢 那一般來說呢 如果你大腸好的時候呢 你早上一醒的時候呢 你就會被大便 即是要急便叫醒你 那因為呢 5點到7點這個 早上的時間呢 是大腸最活躍的時間 那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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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呢 如果有些有癌症的病人呢 我通常呢 一平要求他呢 要早點睡 要9點鐘就睡的了 房屋病人都是這樣的 那但是一般人呢 都最好呢 就11點鐘之前就要睡 那癌症病人呢 就要9點就要睡的了 因為你大腸之後 早上6點到7點的時候呢 就會 就要動起來呢 叫你馬上去蹲刺 那好了 那有些人說 那我 我就是 我每天都有大便的 其實呢 每天的大便的次數呢 就應該 每一餐一次的 是 吃多少餐就有多少次 OK 那如果你是4、5天才去一次呢 這個叫做 重度的便秘了 如果3天才去一次呢 叫做中度的便秘了 但很多人說 不是啊 我每天都有的 其實這個是輕度便秘 一天吃三餐呢 一天應該要去休息三次的 你會發現呢 如果是一些健康的小朋友 現在健康的小朋友 已經越來越少了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呢 健康的小朋友呢 在吃東西的時候 吃飯的時候呢 就要去洗手間 是 其實呢 是這個健康的跡象 因為你吃東西的時候呢 吃到那條腸和下面的直腸呢 其實是同一條腸的 那很多時候呢 你上面的吃東西的刺激呢 令到食道動動啊 胃啊 小腸動動呢 亦都是從而呢 帶動下面的直腸動動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你發現小朋友呢 吃一下東西呢 就要去大便了 那你覺得啊 很麻煩啊 其實是 其實是 這個身份就是健康的 好啦 那所以呢 每次吃幾餐 就要去幾多次 這樣才要健康的 那還有呢 去廁所要很快的 就是兩三分鐘就促完的了 再你看看呢 是齊齊整整啦 那還有你抹乾的時候呢 其實都是乾乾淨淨的 是不會抹到那些糞便在那裡的 嗯 就是你去抹呢 就斷了 但是這樣多了 那如果你發現呢 要用十幾張紙才抹得乾淨呢 其實這些是一個問題的 那很多人呢 都索性都免得抹 拿水沖就算了 那因為呢 它身體裡面呢 是嚴重出現了 那個纖維的素的缺乏 那這個毒素 不能夠正式排出去的 那好啦 那當我們食物 入了我們身體十二個小時 如果不排出去呢 就會形成毒素 而毒素沒有辦法出現呢 我們的大腸壁呢 就會吸吸這些毒素的 那吸了之後呢 就會經過我們大腸的 那個門證物呢 去到乾 然後呢 就造成乾虧損 這個問題就嚴重了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乾不好呢 其實是跟大腸有直接關係的 那如果 只要大腸一通的時候呢 乾就會好了 免疫能力都會跟著恢復 而且呢 將心臟裡面的血都會乾淨的 其實什麼病呢 都不會那麼容易出現的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排便 是很重要的 大腸不通 就是百病重生 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 自然療法與你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 28824848 網址 3W多 H E A L T H SHOP.COM.HK 歡迎回來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為了十年後的健康 你今天必須這樣做 剛才袁醫生提過 我們要飲食方面 就要吃多些雜糧 豆類 睡眠方面 又要睡得久 要護乾 排便 不是一天一次 要吃多少餐 就要去多少餐 才是正常的 還有沒有其他保健的小提示 好 接著我們要和大家講一下神 神的藥常保護方法 神是身體的身神代謝 排除廢物排毒的重要器官 身體的血液每個小時 要經過腎臟二十次 血液裡面的身神代謝 的廢物 其實透過腎臟 是透過變成尿 排出體外 腎臟功能失調 也會引起一般人的腰酸背痛 水腫 或者血液裡面有尿毒 還有高血壓 尿道發炎 疲倦 疲倦 失眠 耳鳴 脫頭髮 視力模糊 反應遲鈍 情緒低落 恐懼症 甚至神經錯亂 你看到 原來神的問題 是會出現很多這樣的症狀 任何入到身體的飲品 食物空氣 情緒壓力所產生的毒素 都會經過神臟 如果污染物質太多 當然造成神臟的負擔太重 短期都可能會出現一些堵塞 發炎的現象 長期會變成有結石 甚至功能衰退 血液不乾淨的各種毛病出現 最嚴重便要搞人工洗腎 清除血液污染 否則便會有性命危險 腎的日常保護 便會遇到乳房性治療 我們要注意保健 其實對腎臟的傷害 是上上之策 好了 那什麼會導致我們腎臟失調呢 原因呢 第一 食用過多動物性高蛋白的食物 會產生多尿酸 令腎臟的工作過量 第二 工作過勞 壓力太大 沒有充分的休息 第五 食用太多的西藥 例如消炎止痛藥 抗生素等 第四 污染的環境 水源 土壤空氣的噪音 第五 飲用酒 咖啡 汽水 冰冷的飲品過多 第五 潮濕寒冷的天氣 有時所謂涉到腎的位置 第七 就是飲水不夠了 好了 要保護腎症狀呢 其實要減少以上的傷害 多些飲水 多吃多些果醬類 果醬類是草莓 曼月莓 cranberry 有時叫小紅莓 藍莓 盆福子 Raspberry 西瓜檸檬等的水果和汁 即是這種特別的水族果 攝取植物性的蛋白質 規律的運動 清淡的天然的飲食 充分的休息 開朗的心情 還要避免腰部受寒 經常用手磨擦腹部 和腰部的位置 現在很多女性是怎樣呢 很喜歡那些路肚腩 路肚腩 其實就是一般的 有時 因為潮濕寒冷的天氣 是會攝身你的腰部 神的位置 所以衣服方面 都能夠保護到腰部的神 好了 第五 我們要釋放壓力的六大方法 大家都知道 每個人生活都經常有感覺 生活、工作和人際關係的壓力 當然壓力處理得好 就變成一種動力 產生生命的活力 但如果這些壓力持續存在 也沒有辦法得到舒緩 壓力就一直是 持續增加 就會令到腎上線 荷爾蒙出現很大的問題 總而引發免疫系統方面的疾病問題 可能會很嚴重 其實大部分的抑鬱症 都因為有很大的壓力 突然之間來 沒有辦法轉化 很多都會造成這些抑鬱症 壓力來自 遇到很多的困難 但我們要學習如何 將困難改變 跟壓力關係最大的 其實當然是癌症 很多人在癌症發生之前六個月 基本上都有很重要的 重大壓力的事件發生 當你遇到壓力來臨的時候 很重要 一定要學會如何放鬆 我們來釋放壓力的六大方法 第一 就是轉換呼吸的方法 原來我們發現 呼吸可以影響腦波的頻率 而腦波的頻率 也可以影響心跳的速度 而心跳的速度 也可以影響肌肉的鬆緊度 即是說 如果你能夠換轉呼吸的方法 肌肉和情緒慢慢緊的狀態 就會得到改善 也有些人用這個方法 醫治一些口吃的病人 你也可以自己習慣一下 平時搓手 當眼睛很累的時候 把雙手放在眼球上 這也可以幫助你 還有記住 用心腹部的呼吸 用肚子慢慢的呼吸 這是可以改變我們呼吸的方法 是 即是用腹部的呼吸 深度慢慢的呼吸 第二個有效的輸壓方法 當然就是運動 如果你把整個人的震動 舞動 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整個人精神起來 有時候你會站起來 跳兩跳 躺一躺一躺 突然間好像精神了 當然最好有些規律性的運動 因為運動是可以輸減壓力的 最好的方法 還有我剛才說 就是行路 如果香港人有機會可以 在草地上或者沙灘上 香港始終有很多沙灘 草地就可能不太多了 可以釋放壓力 最重要的是 你要裝一種生活的一部分 不要裝一種 吐一種壓力的活動 有機會記住 除了一雙腳 除了一雙鞋 赤腳 可以在家多些走走路 當然現在有些人 就用一些壓腳底的板 有些人用一些石春 讓你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知道很多屋苑 都有這些公園仔 有些很簡單的 這些其實都是非常之好的 好了 那 就是多些走路 第三就是睡覺 睡眠是可以說最好的方法 減慢的方法 現代人大部分睡眠都不夠 根據台灣的醫師學會統計 台灣的人靠吃安眠藥的人睡覺 有500萬人 哇,多厲害 我記得以前有個資料 香港人長期失眠的人 有30萬人 這是很多年前 我在報紙提到的 可能現在都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都不止 睡眠是一個大學問 記住 最重要是 睡覺的時候 不要把手押在胸膛 可能會導致發噩夢 也不要紮在腹部 可能會承受一些很大的壓力 最好的方法就是放在兩旁 手心向上 睡眠會比較好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睡覺都會串到一旁 插著手 結果早上起床 就會覺得手麻痺 不知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簡單單單就是放在兩旁 手心向上 睡眠的質素越好 釋放壓力的速度就越快 最重要是睡覺 所以不要去到最累最累 即是 直接崩潰那天才睡 很多時候反而是睡不到的 而且很累去睡 就表示肝已經嚴重受傷了 即是說 很多年輕人 很多人 文明人 都很喜歡 做事 玩 要做的事情 很多事情好像做不完 經常不肯早睡 通常就做做做到 真的受不了才睡覺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香港人 很多人都會這樣做 記住 最好就說 不要讓身體 捱到最後那一分鐘 沒有力才睡 自己是定時到時多後 個人開始放鬆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就有睡意 反而你推推推 推到最後那一分鐘才睡 其實睡眠質素是不太好 最近也有些病人 媽媽帶過兒子 來看 兒子其實上學 經常都不記得東西 功課也不記得 回家就要打電話問功課 問誰問過 我終於看到 原來問題出現睡眠疾患 不是專注力失調 不是那些角度 其實不是那些問題 只不過 正如很多年輕人 通常都要捱到最後那一分鐘才睡覺 當然 如果你經常睡得不好 任何人睡得不好 如果他以後的工作能力 上學學習能力當然是比較差 所以我建議他 盡量讓自己培養一個好的休息 裡面的習慣 即是跟自己說 現在讓你玩多半個小時 熬多半個小時 接著你將來 經常都是彎彎彎彎彎的 過一日子 是很浪費的 是很不值得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 很多人到時怎樣 都會喝咖啡 茶 頂一下頂一下 結果身體 就是壓力一路都大 肝臓 很多東西都一路一路不差下去 所以你想通一點 我現在刻意養成一個祖垂的習慣 目的 我將來經常都很開心 很舒服 充滿活力去過 就好過現在我熬多半個小時 用多半個小時 將來經常都浪費 大家應該是這樣去想一想 因為 來日方長 你將來的時間會永遠再出現 但如果你的睡眠不好 你將來日間的時間 都是半睡半醒半死的感覺 是很沒人 是很浪費的 當然第四就是休息 我講的休息 不是只講睡覺的 休息其實是要換一換 原來的工作環境 轉一轉個場地 我自己是很喜歡 在病人之間 出去一出去走一走 通常是去吃點東西 喝杯杯 我很不喜歡 什麼都在同一個地方做 所以吃東西的時候 最好不要在自己做事的桌子裡吃 儘量自己帶一些食物回去 在公司為了準備 但也不要去外面吃 不要去外面餐廳吃 但是可以把食物帶到外面 有時候可以帶到公園那裡 坐一下吃一下 隨便晒一下太陽 看一看 因為始終外面那些 所謂快餐食物 便當食物 那些食物 其實都是很多 是致癌的物質 所以 就會自己安排 或者去一些 香港也有很多地方 吃的東西都是好的 例如我很喜歡吃 去吃些沙律 還有吃的湯 有些店舖 只是供應這類的食物 通常我發現吃完了之後 他人是很輕鬆的 不要很睏 那些感覺 還有吃完了之後 多留15分鐘 做一下複式呼吸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或者在公園那裡坐一下 要轉換環境 做些不同的事情 飲食方面 不要吃太多高壓力的食物 有刺激性的食物 都可以高壓的食物 越吃這些食物越多 就令到我們交感神經抗盡 有時候會刺激身體所有的功能 住一中 成為一種境界的狀態 那什麼叫高壓力的食物呢 譬如可樂、汽水、咖啡、奶茶、酒精、香煙、乳製品、食物、肉類 其實所有肉類 尤其是經過油處理的肉類 都是一種壓力高的食物 那好了 有什麼食物呢 可以令到心情會愉快一點 最重要的食物就是蔬菜 蔬菜 沙律很重要 我覺得如果大家有機會 吃晚餐 如果看到有地方有些沙律吧 有些沙律 就這樣吃沙律 然後是水果 五曲雜糧 五曲雜糧不是米 是辣椒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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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方面的 這種 就是一種 好的健康食物 還有一個很柬壓的食物 就是水 你有沒有看一下 喝水是可以減輕壓力的 喝得好水 好水 所以我們在節目上有時都會有些介紹 什麼叫好水 是可以舒緩壓力的 還有 世界上衛生組織也都發現 世界上80%以上的病 都跟水不乾淨有直接關係 當然很多落口國家 這些水源有很多污染 所以要找一個好水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了 最後釋放壓力 是什麼呢? 是曬太陽 OK 在一個陽光之下 那種能量是非常之 是釋放我們那個壓力的 還有你知道很多抑鬱人的抑鬱症 都是因為是不多曬太陽 平時多曬太陽 身體的抗體會增加 最重要是跟大家過去分享過 就會製造維他命B3 是一個防癌治癌的最重要的工具 嘩 聽了很多有用的資訊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跟原醫生預約回診 2577-3798 可能的聽眾 亦都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 time 跟原醫生網上回診 可以打回剛才那個電話 2577-3798 或者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wadio.com 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了法與你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了 謝謝原醫生 好 多謝大家收聽 多謝收聽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傳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k 為了